林志玲一向都是给人高EQ的形象 不过知名主持人蔡康勇 则觉得演艺圈情商最好的人不是林志玲 而是周杰伦 蔡康勇之前在一段访问影片中 就提到传统上大家对于高情商的定义 就是抹杀自己情绪 委屈自己 成全别人 如果一个人整天笑嘻嘻的 会让人觉得很恐怖 很虚伪 这不是情商该有的样子 真正的情商是自己要觉得舒服 接着他更透露 林志玲并不是他认为情商最高的人 不过他就是传统定义上情商最高的人 永远都在微笑 温柔待人 但蔡康勇觉得情商最高的人是周杰伦 因为他不管要决定结婚 决定当爸爸 决定除了音乐还要拍电影 他都有一步步探索自己的需求 然后也都做到了 他有自己的情绪 但喜怒哀乐不会让人觉得被冒犯